嗨 大家好 我是彼得彼得彼得豬 今天要開箱這一個超王5G收納盒 這個入手管道是在日本的 2020年4月25號開始 只要你購買這5樣商品 累積超過2000日幣就送你一個 而在台灣呢 目前只能透過拍賣王購買 店內有他的說明書 總共有7個步驟 現在跟著彼得豬一起做 先找出這兩片 把這個拔掉 這一邊 也拔掉 分離 分離 完成 換這一個最大片的翻過來 打開 這個 紫色箭頭往上 往內 往內 然後變成這個模樣 先組裝這裡 對了 彼得豬強烈建議 這個一定要往內扣 彼得豬示範一個錯誤的 往外扣 待會你組裝完之後 這裡會扣起來 組裝就會直裝到這個突出來的一片 導致 插不進去 所以這個小片的 一定要把它往內扣 這樣子 待會你插進去的時候 才不會受到阻礙 另外一邊也是 這樣子 第二步驟 這樣子就OK了 第三步驟 往內壓進去 完成 第四步驟 往內壓 完成 這個會翹起來沒關係 這個會翹起來沒關係 待會會有一個東西把它鎮壓住 接著請它休息一下 換這個小片的 先把這兩個地方撕開 然後 往內折 換這個長方形 完成之後會變成一個跑道 接著把這兩根插進這兩個洞 有點難插喔 但一定要插到底 讓這裡有碰到底部才算完成 全部插好之後 就是長這樣 最後一個步驟就是用它把它鎮壓住 完成90%了 最後一個是把它蓋起來 折一下 這邊插進去這個洞 另外一邊也是 合起來 就完成了 超王5G收納盒 打開之後 可以看到這五位角色在對你招手 裡面的空間呢 蠻大的 高度有6.2 長度6.7 寬度平均4.5 最大顆的帝王天龍IG-軸 放下去也綽綽有餘 蓋起來也不怕頂到天花板 所以放進這五顆模特兒 他們的空間還非常的充足 整體的長度大約23公分 所以拿在手上的感覺 跟之前的3對3收納盒差不多 大約多出了4公分 如果你的包包沒有很大的話 這個非常適合你 可是 它有一個致命的缺點就是 它是紫類 沒有防水 所以你的飲料不能跟它一起放喔 不然它會撕給你看 而之前彼得豬也有拍過這個 國人自製的5G收納盒 背面有寫 超王特命 相當帥 如果拿他們兩個來做比較的話 更有優缺點 這種的優點就是 它有防水 而且它是一格一格開 不像這個5G盒 它是一次打開5個 讓對手看光光 而這個缺點呢 就是它沒有做得很大 所以放這個最大顆的帝王天龍 就會頂到天花板 至於長度呢 大約33公分 比它多出了10公分 所以你的包包太小的話 這一根塞不進去 但是它有防水 又可以一格一格打開 而且買來之後 它就組裝好了 不用再自己組裝 有在常常比賽的夥伴們 彼得豬比較建議這一款 因為30公分好棒棒 但是今天的主角是這一盒 所以待會彼得豬會用這5顆摩特兒 來挑戰艾莉爾跟彼得洋的5G配置 今天玩5G規則 第一顆開始 神槍對神槍 321斬龍 繞繞繞 加油 哪一顆是誰的 這個是 彼得洋2.0 第二顆 魔龍隊救急巨神 321斬龍 起飛 2比2 第三顆 神槍破壞神隊 風暴天龍 關鍵局 321斬龍 開始 風暴天龍 對 救急 神槍破壞神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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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誰 會 成到最後 獲得勝利了 是 天龍 超爆天龍 顯勝 恭喜艾莉爾獲勝 第一顆 赫伯龍隊神槍 321斬龍 一戰都開著 上啊 超級赫伯龍 YES 2比0 嘿嘿 來吧 原裝好強 再來 第二顆 赫伯龍隊 黃美鳳凰 321 大眾開著 加油 擠被他 我們知道 我們轉不贏 赫伯龍 跟他拚了 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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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 感覺 來了 輸了 1比2 第三顆 尋一學神隊 救急巨蛇 來 321 兩個開始 第一次 第一次 第一次我就不會爆裂了 然後 我會轉輸 2比2 好 還好沒有被爆 好 來囉 第四顆 我的 戰神 來吧 天龍 關鍵局 321 戰鬥 開始 加油 戰神 加油 戰神 第一顆 第一顆 特伯龍隊 破壞神 321 戰鬥 開始 阿咪咪 比對比 YES 2比0 第二顆 赫里歐隊 巨蛇 321 戰鬥 開始 擊被他 被比對羊吸收了 加油 給個機會 巨蛇 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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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比2 1比2 巨翼血神隊 王美鳳凰 321 開始 輕輕啦 只要我不被爆 我就有機會 好 2比2 關鍵局 又是我的 關鍵 戰神 221 神槍 321 戰鬥 開始 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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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低刀之物 獲勝 原窗 戰鬥 撐 Yeah 好 謝謝大家